今天想介绍做一个日式的三文鱼 是很容易的 最主要是在大董华买了一块三文鱼块 然后洗净 然后吸干水 这样就可以了 然后我们就有一汤匙的白面豉 还有两汤匙的沙律酱 就把它拌均匀 拌均匀之后 接着就塗到三文鱼的表面 这样就可以了 夹回它两个小时 到时候就可以放到焗箱里 最好当然是拌均匀 接着就塗上去 三文鱼的表面 这样就可以了 之后我们就放在焗盘上面 然后放在焗盘上面 然后 调375度 烤15分钟 这样就可以了 最后完成了 再见 再见 好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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感谢观看